现在正指榴莲产机 但是彭亨老物种植猫山王的果农 今天再次陷入非法八地风波 被执法单位禁止进入果园捡榴莲 其实早在今年1月初 上诉庭是已经发出过庭令给果农 允许果园可以继续运作 不过今天早上 彭亨森林局却突然拉大队 甚至还出动了警方镇报队 阻止数十名园主以及果农 进去位于都赖的森林保留区的这个农地 检榴莲 让他们当时只能够无奈地 站在路边等消息了 抢救猫山王联盟主席郑一清就形容 虽然当时果农已经带着 多份的法庭文件跟警方交涉 不过警方并不愿意多谈 只是说他们是根据上头的指示来执法 没有地气的果农 就一概不准进入果园 而警官更是扬言 要是农民拒绝离开现场的话 将会援引非法群聚的罪名 向他们开出发胆 今天一早 彭恒警方突然出动证报队 驻守在榴莲园的入口处 他们指那些是非法巴地 因此阻止没有地气的果农 进去捡榴莲 独赖州议员周一辉 到场协助果农跟警员交涉 警方投入 他们是因为接到彭恒大臣的直接指示 才展开行动 果农代表和议员于是展示手上的法庭文件 但不管怎么争论 警方不给进就是不给进 今天的所作所为 已经很表明了 他们根本就不怕这个庭令 他们完全把这个庭令视为一个垃圾 这个样的做法 根本就是无法让人接受 果农事后集体到警局报案 投诉当局藐视听令 但直到目前还没有得到当局任何回应 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进去巴地捡榴莲 果农表示他们会坚持抗争 要求跟州政府协商对话 我们也是有责任的农民 我们不是报名 不妥协 任何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够可以和州政府 但仍然有一个协商 vil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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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位